首先请介绍一下今天的造型吧 暗藏了哪些搭配小心机 今天首先是一个很简洁的黑白搭配风 然后最重要的小心机就是Gentle Monster 2020的全新款的眼镜还有墨镜 今天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眼镜的造型 这次Gentle Monster和北京SKP共同打造了这家全新的百货旗舰店 刚刚有去逛一下吗 感觉怎么样 刚有去逛 其实我觉得最吸引我的点是它有很多很前卫 然后不太常见的装置 然后和一些很未来的一些设计概念很吸引我 这次Gentle Monster店铺以未来人类为主题 展开了很多对未来的想象 在你的眼中未来的人物会是什么样呢 在我的眼中未来的人类 我觉得可能会更加的 更加的硕大吧 因为我觉得可能在未来交通更加的便捷 出行更加便捷之后 我觉得人类的运动量可能会越来越少 所以人类其实可能会在体型上变得越来越硕大 所以它今天有一个那个生物在经过虫洞的洗礼之后 变得造型各种各样的奇形怪状 然后各种各样的扭曲 我觉得这个脑洞其实还蛮大的 我还蛮喜欢的 如果未来你会移民去火星 只能带三样随身物品 你会带什么呢 移民去火星的话 我觉得火星上的紫外线应该很强 所以我要带Gentle Monster的墨镜 然后还可以装裤 然后呢 还要带什么呢 带个手机 对还可以玩玩游戏什么的 然后还带什么呢 想不到先就带这两样吧